你知道羽毛球历史上拿到南丹世界亚军最多的十位球员都是谁吗? 谁又是羽毛球男子单打最悲情的人物? 你一定会想到那个人物,究竟是不是他? 让豆豆为大家盘点一下吧! 第九名,杨阳,两次世界亚军 杨阳一共拿了四次世界冠军,但也拿了两次亚军 在1984年雅加达世界杯,杨阳输给队友韩剑 在1987年吉隆坡世界杯输给了队友赵建华 并列第九名,佐哥苏普里昂托,两次南丹世界亚军 佐哥共拿了三次世界冠军,同时也拿了两次亚军 他分别在1993年新德里世界杯输给了名将魏仁芳 又在1997年日惹世界杯输给了中国名将孙俊 第六名,韩剑,两次南丹世界亚军 韩剑共拿了四次世界冠军,也拿了两次亚军 1978年,韩剑在曼谷市井赛输给队友宇耀东 又在1981年吉隆坡世界杯令人意外地输给了印度选手普拉卡什帕都公 尤其是第一局被林比什五踢了光头,实在令人吃惊 并列第六名,魏仁芳,两次南丹世界亚军 作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冠军 魏仁芳也拿过两次世界亚军 在1991年哥本哈根市井赛中 魏仁芳输给了中国选手赵建华 与大满贯失之交臂 他还在1995年雅加达世界杯中输给佐哥收获亚军 并列第六名,蔡湘林,两次南丹世界亚军 蔡湘林的职业生涯适逢1990年代印尼男子羽毛球的全胜时期 他与队友们曾连夺多届汤姆斯杯的桂冠 但很可惜他从来没拿到过单打世界冠军 在1993年博明汉世锦赛上输给了同胞佐哥苏普里昂托 他还在1992年广州世界杯闯入决赛 再次输给佐哥,无缘单打世界冠军 第五名,林丹,两次南丹世界亚军 林丹无疑是羽毛球男子单打最成功的运动员 但在优秀的选手也会有马失前提的时候 林丹也不例外 他在2005年的安纳海姆世锦赛中 3比15,7比15惨败于刚刚在雅典奥运夺冠的陶飞克 随后林丹令人震惊地联夺世界大赛决赛9连胜 直到2017年的格拉斯哥世锦赛南丹决赛中 以20比22,16比21输给安赛龙 才拿到第二个世界亚军 巧合的是,林丹的两次亚军刚好是他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进世界大赛决赛 第四名,林水静 两次南丹世界亚军 林水静无疑是羽毛球世界杯的男神 三次单打冠军,三次双打冠军无人能比 但他在世锦赛总是运气不佳 1980年雅加达世锦赛输给了印尼同胞梁海亮 1983年哥本哈根世锦赛 林水静背靠背打进决赛 再次输给同胞佐哥 第三名,赵建华 三次南丹世界亚军 赵建华拿到两次世界冠军 却有三次亚军 在1987年世界杯夺冠后 又三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全部败北 1988年曼谷输给队友羊羊 1990年曼龙同样输给队友吴文凯 1991年又在澳门输给了印尼名将阿迪 第二名,莫腾·弗洛斯特 四次南丹世界亚军 莫腾·弗洛斯特的球员生涯 几乎赢得当时各项国际羽毛球 大赛男子丹打冠军 然而遗憾的是他却不是世界冠军 他曾在1985年及1987年 背靠背打入世锦赛南丹决赛却均遭挫败 分别败在韩建和洋洋的手下 杀雨而归 他还在1985和1986年 背靠背打进世界杯的南丹决赛 都输给了印尼名将佐哥 第一名,李宗伟 李宗伟可以说是羽毛球男子丹打最悲情的人物了 他是马来西亚羽毛球队的领军人物 肩负着马来西亚实现世界冠军领的突破的重任 但很遗憾总是功亏一篑 李宗伟在奥运会上拿到南丹三联亚 2008年北京奥运会惨败在林丹的拍下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与林丹苦战三局 以1比2被逆转再次收获亚军 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 李宗伟和林丹提前在半决赛会时 李宗伟以22比20拿下决胜局 终于在世界大赛战胜林丹闯入决赛 就在大家以为李宗伟冠军晚了的时候 他却在决赛中以两个18比21脆败给中国小将成龙 连续三次亚军定人唏嘘 世锦赛赛场 李宗伟的运气依然非常糟糕 从2011年到2015年实现了世锦赛四联亚 先是在2011和2012年连续两年败给了他职业生涯的头号克星林丹 又在2014和2015年输给了他的二号克星成龙 但由于2014年哥本哈根世锦赛后 李宗伟的尿检查出地赛米松被取消成绩 所以只能算世锦赛三次亚军 除了这六次世界亚军外 李宗伟在其他赛事的成绩也非常悲催 汤姆斯背一次亚军 四次季军 苏迪曼背一次季军 亚运会一块银牌四块铜牌 唯一的遮羞布只有亚锦赛的两块金牌 你觉得李宗伟的实力放在现在有机会夺冠吗 我说你觉得李宗伟的实力放在那里